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去吃吃不同的牛排 如果你看过早期美国黑帮电影 一定会有这个画面 一帮西装革履的人围坐在一个非常暗的餐厅里 椅子必须是皮质或者天鹅绒材质 墙面则是暗色的木质材质 搭配几幅古典油画 那么这家有着60多年历史的牛排屋 则完美保留了那个年代的历史痕迹 哇 这家店里面真的超级暗 因为今天外面就特别阳光明媚嘛 然后我走进来的时候就猛一下变得超级暗 然后它整体装就风格又特别的五六十年代 就感觉你好像到了另外一个时空 特别的好莱坞黄金时代很有感觉 相信你们都知道 牛排是分不同等级的根级 不同部位的切分口感跟价格都不一样 我也不是什么专家 然后就不细说了 这次就简单说一下 我们平时能接触到的几种 那牛它身上弄更少的部位肉质就越嫩 集中在牛背上面 然后价格也就会比较贵 但我觉得吧 并不是说最贵的就是最好吃的 就像是菲利牛排 菲利明尿 它就是烧热里面非常小的一块肉啊 超级超级的嫩 但我个人就不是很喜欢 它嫩是嫩 但是太瘦了 没有什么脂肪 我觉得吧 牛排是要带点雪花 我会比较好吃 所以总的来说 如果我出去预算比较高的话 我就会点肉盐 那如果我想吃的评价一点的话 就会点西冷牛排Sirloy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发现这种就是很有特色的老店 基本上都是家族经营 然后它现在这家店是 儿子在经营嘛 第二代 然后爸爸一开始开起来 开火了以后呢 就交给孩子们 不过就算你装修的再有格调 食物不过关也是白搭 我点了一份三分熟的肉眼牛排 配上土豆泥 大大的盘子里 很粗暴地放着新鲜煎好的牛排 刚端上来就可以闻到 超级焦香的牛肉味 在烧烤架上烤出的碳烤纹路 也让它更加有食欲 见到刚刚粉嫩的牛排非常柔软 完全没有血水的感觉 嚼起来口感滑嫩 外焦里嫩 肉汁充斥着你整个口腔 啊 这该死的鲜美 如果喜欢吃奶味比较重的同学 应该会喜欢他们的土豆泥 蓬松柔软 香甜而不腻 配上牛肉 简直是绝了 像一般外面的牛排店煎牛排都会放在那种超高温的烧烤架上面 像他们家呢就是放在700华氏度的brella上面煎的 所以会有那种特别好看的碳烤纹路 但其实啊我们在家想要方便快点的煎牛排 用铸铁的平底锅煎就可以了 处理的好的话也是会特别好吃的 大家千万不要想不开自己煎牛排 我这次就自己煎的跟狗肯的一样 账单来了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便宜 我点了一杯可乐 一份牛排 一共是32美金 我觉得跟很多同等价位的牛排屋比起来 算是划算的 而且还蛮好吃的 这家店的店面真的超级不起眼 就这么小小的一个门 我如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的话 是绝对绝对不会进来的 那我们出发去下一家 拜拜 我现在刚刚进车里 然后我的车它一大部分就是在阳光下面暴晒嘛 所以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哇跟进了蒸笼一样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体验 真的太可怕了 吃完这种传统的老式牛排屋 当然要带你们吃一下新式的 我们接下来去的这一家 其实有一点小贵 它之所以贵 首先是因为它在比伏利 就洛杉矶最贵的一个地段之一 第二呢 它是由美国名厨Wolfgen Park开的 那有些人可能会说了 我去吃东西嘛 只要味道在线就行了 不管那么多 我非常同意 但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它的服务环境 甚至说是背后的一些人文故事 都有一定考究的话 我其实是愿意多花一点钱 去获得一个其他地方得不到的一个独特的整体体验的 那我们出发 好可爱 好可爱 他们家的这个和牛种类真的还蛮全的 日本的澳洲的还有美国的都有 但我觉得吧和牛作为一种非常犯规的牛肉种类 我们现在在这边吃的话对其他两家有点不公平 现在我非常喜欢吃了 我们这次还是点正常的牛身上产出的牛肉 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否总是有一个比较长的 它比较长的 它比较长的 它比较多的味道 好 有些人喜欢它 我个人喜欢它 有些人喜欢它 好 我推荐这个豬肉 我最后点了份熟成35天美国Nebraska的肉眼牛排 关于牛肉熟成又可以说一期 简单的来说我们平时吃的大部分牛肉都是牛背 那以后 稍微处理下 根据不同的部位切分好就直接拿来卖了 但是呢 还有一类牛肉 它不走寻常路 要被放在严格控制温度 适度的空间里待上一段时间 这期间肉会变得更加柔软多汁 味道也更加深邃有层次 熟成这个步骤耗时耗力 期间牛肉还会缩水 结束了还要把硬了吧鸡 甚至有点发霉的外皮给切掉 这成本自然就上来了 牛肉经过干式熟成 牛肉味会更加浓烈 醇厚 这种熟成牛排我们自己不好买 通常都是讲究一点的餐厅自己做的 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 一定要尝试下 真的会为你打开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的 这份昂贵的牛排上来以后 说实话跟我想象中还是有点区别的 就黑不溜秋的一块肉嘛 非常其毛不扬 没关系 味道才是最重要的 不吹不黑 当这第一刀把胶皮切开以后 就能感受到它柔软的肉质 四则粉嫩是我想要的五分熟牛排 一口下去 刚开始尝到的是稀嫩松软的牛肉 伴随着分不恰到好处的肥肉和肉筋 香而不腻 嚼着嚼着就能感受到 一层层深邃唇香的牛肉味迎面而来 使之软烂而又略带嚼劲的牛肉 口感真的是绝了 就仿佛喝了陈年的红酒斑 越贫越有味道 让人唇齿流香 回味无穷 如果你觉得原味牛排有点单调 还可以配上他们店里面特制的酸甜牛排汁 又是另一种口感 虽然它还送了四种不同的蘸酱 但我觉得都非常一般 还是原汁原味的最好吃 账单来了 我们猜猜看多少钱 我就吃了一份牛排 一个小菜 然后一瓶水 一共是香香香 不到110美金 它光一块牛排只有66美金 真的是我吃过飞和牛类牛排里面 比较贵的 比较贵的 我这个味道嘛 值了 拜拜 拜拜 我们去下一家啦 吃完高档的这种牛排啊 我带你们去吃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廉价实惠的港式牛排 但我现在有点真的吃不下了 感觉需要叫一个帮手来 哦 知道 好的好的 好 我们在下边见啦 有两位 涛涛在我刷手机的时候 这涛涛都来了 我都不知道 抽抽的进来 华人区的餐厅大多都开在这种 90年代略有历史痕迹的广场里面 港式铁板牛排本身在香港 就是高档西菜牛排的改良版 由最早一批的香港移民 带到了洛杉矶 到了这边也不再是铁板 就是普通的餐盘 一些水煮速冻蔬菜粒 还有土豆泥 运气好的话 还会送你一碗港式罗宋汤 港式牛排都是薄切牛排 有很多酱汁可以选 但我的最爱必须是黑胡椒汁 我觉得把这个太阳蛋给 闯破的那一瞬间是最幸福的 流开了 我一般吃比较便宜的牛排 都点7分或者全熟 虽然不是很软嫩 但是吃起来也有个GT7的快感 沾上浓稠的黑胡椒汁 饿的时候可以轻松解决掉一整盘 它会有一些嚼不烂的筋 但是这个价格我是可以接受的 账单来了 我们在这边点了一份炒饭 然后一个牛排 两杯喝的 一共才 20美金 要不要这么划算啊 20美金在前面那两家店 连一块肉都买不到 我就说 那么划算 也还好 31美金 然后人金就差不多15 16吧 蛮好的蛮好的 我住的离这边开车只要不到20分钟 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 所以工作学习或者打游戏到半夜 肚子饿了的话 这里就是我最常来的一家店 如果说前两家带给我的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那这一家就是充满烟火气息的熟悉感 我可以穿上最舒服的衣服 凭着三天不洗的头 素面朝天的来这边点一份牛排 不顾旁人的大块肉衣 感受舒服带给我最原始的快乐 那今天的这三家店 哪一个是你最想尝试的呢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够对你以后去牛排店点牛排油丁的帮助 那记得要点赞转发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 还在犹豫什么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See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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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